闻到自由的空气的眉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 不管是在阶级和种族之间 处处可以看到弱者被欺压的现象 弱者甚至沦为了强者的努力 失去了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在的世界里 争取自由的事件层出不穷 其实人类历史中最严重的欺压事件 还不是在人的世界里 而是在于灵界对人的欺压 灵界中堕落的天使撒旦 利用人的贪心和无知 又使人背叛了神 从此人成了罪犯 失去了自由 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我们立志行善 却没有力量行出来 我们成了罪的奴隶 心灵是被囚禁的 很多人只会注意外面的生活好不好 却忽略了心灵的自由度 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因为一生中都活在囚牢里而不自知 要从囚牢里出来 得到自由的唯一方法 就是合法的换球 就像耶稣把该死的巴拉巴换出来一样 巴拉巴得到自由 耶稣替他受刑 其实耶稣并不是只换了一个巴拉巴 而是换了全人类 耶稣是为全人类受刑而死 耶稣是在天父这位法官面前 为全人类做了这一场交易 所以只要看见了这一幕 并且接受了耶稣这一场交易的人 都可以得到合法的赦免 重新获得自由 希伯来书记者说 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 将自己无瑕无痴献给神 他的血岂不更洗净你们的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刑 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所以这个自由包括了良心不再被控告 很多人一生中一直都有亏欠感和罪恶感 这是良心被囚禁起来 但是耶稣基督的死已经洗去了我们良心的亏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 因为我们已经被合法的释放了 是自由的 再来是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 无法行善 因为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我们获得了成为圣洁的能力和自由 过去成为圣洁是渴望而不可及的事 但是现在这一切都有可能了 人的心灵有很多黑暗、污秽、纠结、痛苦、捆绑 所以人一生中最需要花力气的地方 就是心灵的自由 而这件事也只有耶稣基督能够为我们做 因为耶稣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浅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怨纳人的惜年